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水牛与狮群的激战 你绝对无法想象 水牛展现出了极强的求生欲望 但是否能够反杀三只狮子 还需要我们继续观察 在不久前 一头孤立的水牛被三只狮子包围 情势看起来很危险 然而 其他水牛却选择了离开现场 将它置于险境之中 狮子之一已经锁住了水牛的喉咙 而另一只正试图从后方进攻 但水牛并没有束手就擒 它勇敢地反击着这两只狮子 水牛紧紧地拖着狮子 朝着其他狮群的方向奔跑 然后猛力撞上了一辆车头 尽管狮子的嘴巴都被磨破了 但它们依然没有松开水牛的喉咙 因为它们清楚 一旦放开 水牛有可能反杀它们或逃跑 突然 水牛展开了更猛烈的反击 冲向另一只在一旁观望的狮子 但这个举动 只让它陷入更加危险的局面 它激怒了旁观的狮子 被另一只狮子咬住了嘴巴 然而 水牛依然坚韧不拔 很快 更多的狮子赶到现场 水牛被数只狮子撕咬 试图压倒它 但水牛的力量并不逊色 它还能够拖动六七只狮子 一同行动 人们开始思考 如果水牛的智商再高一点 也许它们不会被狮子捕杀 甚至可能反杀狮子 然后有人提问 如果水牛能像狮子那样智商高 是否能够独自反杀两只狮子呢 经过又一轮的激烈攻击 拥有强烈求生欲望的水牛 依然没有倒下 随着猎狗二哥们的出现 狮群决定不再拖延时间 省得被猎狗捡漏了 面对着十只狮子的围攻 水牛终究还是倒下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 水牛将面临被狮子们吞噬的命运